哈囉大家好我是RT 櫻花大戰是23年前由SEGA的廣景王子眾人 製作了一款戀愛養成千策略遊戲 後續也出了五代之多 而這個廣景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 魔神英雄傳與魔動王的作者之一 而他組創的遊戲天外魔鏡 更是第一個以CD作為媒介的RPG遊戲 更是第一個加入大量動畫的傳奇遊戲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人龍什麼的 都一堆動畫可堪的開始 而櫻花大戰的電視動畫則是在19年前才開播 劇情上結合了寶總歌劇的元素 其源自於日本1914年的板級電鐵旗下的一個部門 沒錯 就是由電鐵員工開創的歌舞劇場 而寶總歌舞劇團又分為 花、月、雪、星、咒五個小分隊 因此主角們所帶的花族 你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吧 今天就讓我來帶大家複習一下這部 49年前的經典作品 櫻花大戰吧 很久很久以前 由神奇重工製造的靈指甲咒光武 為人類世界帶來了化石代的進步 而負責操控這些長得有點醜的化石代兵器 保衛帝都的正是咱們女主角未來的隊伍 帝國滑稽團花族 而滑稽團在日語裡就是歌劇團的諧音 而咱們的女主真功是SAKURA 千里挑挑的來到帝都 看這服裝應該是大戰時代的背景 所以遊戲與動畫裡的年號就多了一點變成太真 因此理論上咱們的女主裡面應該是沒穿內褲才是 不過這個連泳裝都有的幻想時代就很難說了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我的迷途子居然沒穿內褲 就這樣SAKURA終於找到目的地帝都劇場 而這個帝國劇場也是真實存在的地方 只不過在現實世界的幾年後 被關東大地震引起的火災燒毀 而咱們的滑稽團平常沒事的時候也是歌劇團無 平常沒事就演演歌劇轉轉金飛 結果咱們的女主實在太笨手笨腳 腳亂的舞台表演 幸好歌劇團員非常專業的即時就場 才免於表演被女主完全搞砸 就這樣SAKURA一來就被眾人討厭 只要展開她的團圓收服之旅 首先就是咱們的瑪莉亞 一言不合就拿槍指著別人 極度兇憨 而這位典型的洋娃娃羅莉伊莉絲 也毫無來由的討厭女主 殊不知這個羅莉的靈力極強 但是因為還太小 所以前期沒有她的光武可以開 因此一開始只能用靈力打打醬油 然後就在SAKURA處處道歉吃憋 不知所措的時候 跌進了光武的廠房 差點就被打成智障 全都是因為SAKURA的靈力讓光武自動啟動 殊不知最後兩台光武只把彼此打爛SAKURA 毫髮無傷 喔不 被甩了一巴掌 直接就被大小姐神奇景趕出家門 不過幸好SAKURA有主角威能 她爸爸的同事 也就是現在的華集團總司令米田一雞 非常的包庇她 還有一位非常好心的小弟弟 小小年紀就知道帶大姐姐回家好好照顧 就連隔壁的大叔找他去澡堂洗澡 他都不想去了 長大之後一定不得了 就這樣SAKURA被大媽自豫叫他有話就說 不要像日本人一樣整日當笑面糊 而且在場的各位全都沒穿內褲 就在這樣SAKURA回不去 又不知道去哪的情況下 編劇差不多該給SAKURA一個契機了 黑暗勢力的邪式終於出場搗亂 別看他長得好像巨人 其實他是一台無人機 是不是就在這樣受襲擊的情況下 陸軍居然拒絕出動 全都是因為有破壞某個閒人機關就有開發可以鑽 而滑雞團的戰略也是讓邪式走到平民區 讓邪式在那裡被困住在進行剿滅 然而那正是小弟弟他們所住的地方 所謂的帝都難道只有中心部分的有錢人嗎 因此咱們正義領難的SAKURA 肯定是要救所有人的單獨出動 沒錯 就是肉體襲擊 就像我流盾放不敗一樣 然而第一刀砍穿了 第二刀卻砍不穿怎麼辦 SAKURA只要使出鷹之護膝 餓之形 被成一刀柳 一刀就砍穿了大怪物 另外兩名團員也是肉身上場 看來這怪物只是人丟人對付的雜魚中的雜魚 就這樣趁亂收服飆漢妹 回歸本部 終於可以開始光武的遊戲訓練 當然一開始打得很爛 肯定是不能馬上出場 如果有咱們鋼彈鞠那種系統就不好說了 是不是科劇院的訓練比光武的訓練多上百倍 你確定科劇演員只是副業嗎 就連受傷了還要毫不在意的繼續排練 這就是演員的堅持啊 這也同時激勵了咱們的SAKURA 要讓副業變成本業的決心 大大怪保護地都什麼的 只是平常沒事在做的 於是算算時間 黑暗勢力差不多要第二次襲來 SAKURA又再次不顧反對 硬要主動 又不是你有主角光環 早就他媽死在路邊了 總之令也非常好心的讓他去冒險 而且新人駕駛的機體 還比前輩的量斬機絢麗萬分 不愧是作者的親生女兒 就這樣大家的關係都搞得差不多了 是時候導入讓眾人將自己帶入 然後各種移營的代表 也就是帝國華集團的隊長 那個世上唯一擁有靈力 可以駕駛光武的男人 大神伊朗 然而日本1907年就有摩天輪 大正時代有個一兩座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此有靈力的存在 又有那麼幾個怪力亂神的東西出現 也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 然後孟族的基地 就直接被黑暗勢力的黑草灰 一個關落英瞬移息息 打了個措手不及 總司令跟副司令 又剛好在那裡無法指揮華集團 做了這麼多的安排 就是要讓那個男人大顯神威 是不是黑草灰的妹子 還會找人插針 那個男人不僅威 沒顯到還被釘在牆上 就是他沒出現本本會發生的事了 結果黑草灰的妹子 把眾人玩弄了一番後 變大辣辣的離去 這就是所謂的心腳為能 後面還是要被當豆腐切 而如今的花組就是一盤閃殺 要靠眾人的化身大神一郎 將他們一個一個弄成自己的 後 咳咳咳 我是說一個一個 攻略統合 如此才能發揮無人能敵的戰力 就這樣開始了大神的撩妹之旅 與此同時離開一段時間的 琉球空手道高手 黑肉康納終於回歸 映花大戰的傳統就是 Always要有一個黑肉 而且他是由咱們田中真公配音 一個不注意還以為在跟魯夫說話呢 而黑肉康納表面上跟神奇警 嘗嘗嘲其實兩人感情非常好 就這樣在黑肉大姐的帶領下 眾人就由一起做飯的方式 來提升彼此的契合度 於是眾人在一次次的戰鬥中 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磨合 終於越戰越勇 然而成也三奇 敗也三奇 令利甲作本來是由三奇徵之界所開發 同時也是咱們天才技師 李鴻然的超級偶像 她跟Sakura的爸爸 還有總司令米田 跟副司令藤之昌浦 都是當年對降魔部隊的戰友 后来下落不明 殊不知己是黑曹会的幕后老大 葵叉丹 就这样带着黑曹会的手下们 轻轻松松就把帝都剧院打了个体无完肤 最后主角一伙只能坐上轰雷号全员撤离 帝都剧院也在众人的脱离下 启动智慧装置 完全烧毁 万如当年灌动大地震 结果才刚获得优势的黑曹会 马上就来下水饺 一个一个被围殴消灭 那帝都早就沦陷 仿佛在说一切的灾难都是人心所知 而黑曹会的最终目的其实是破坏五个天风石 进而让最终大魔王天海复活 就这样葵叉丹在上野最后一个天风石上 盖了一座绘土城 而总是令米田早已失踪多时 上头的既得利益者们也不再相信华集团 打算让真机系统暴走 将整个帝都跟黑曹会全部炸烂 就在这绝体绝命之时 偷壳坏掉的米田及时赶了回来 鼓足的魄力在各级长官面前拍桌呛声 要毁也是由他亲手来毁灭帝都 不过要等他的孩子们战败再说 是不是米田跟神奇景的爸爸 早在七年前就预测到今天的悲剧 秘密合作制造了超级兵器 祥金丸 其实就只是一艘在他们飞过去的 飞空艇罢了 然而本剧开演到现在 其实也不过一年的时间而已 就这样中了一起出镇工程 又由一个黑曹会干部来下水角 结果咱们大神一郎自愿留下来电吼 想不到的是月族的队长加三也偷偷留下来审PO 当然是单凭肉身的状态帮忙 而风族就只是负责操控飞空艇的 孟族正是负责侦查的雷达 总之都是一些打酱油的工作 后来大神一郎又被打了个狗吃屎 不过幸好他也有神技 生死关头只要想着别人就不会输之输 直接秒杀对手 后来风族一伙眼看打不破会堵城 外部直接一头撞上去一了百了 就这样将花族平安送到魁叉丹面前 展开最终决战 而咱们魁叉丹的作息就叫做 那个被日本能用乱的阿努族名称 卡木 两三下就把花族人炸成日章 结果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拼死拼活 撞进去的灰土城 咱们那个男人大神一郎 但其一台机车就赶到现场 而正常打酱油的罗利也终于派掌用场 专业奶妈一个全体回复 就让所有人活了过来 分分钟就把魁叉丹给宰了 声威也一步都没动就被干掉 我不当人啦 啾啾 全地图的杂鱼们也随着魔王隔壁 城归城 土归土 画族的众人就这么兴高采烈的一起去赏花 故事也就这么道人尾声 不得不说当年的樱花大战 科幻加上连幻的真气庞克 着实相当有特色 也不难了解当年为何盛极一时 不过放到了现在 重启新樱花大战 原本就不够煞气的机舍与后宫剧泛兰 其所能发挥的极限被大大的限制 应该是无法再起一阵狂澜呢 我是RT 大政时代真是个好用的年代 我们下次见 拜拜